《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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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都是慢慢的 你看所有發展中國家 都是在一開始就慢慢貶值 之後越來越急 之後控制不了 那一開始就由通縮 通縮就變成突然間你發覺 那些東西越來越貴 突然間發覺物價控制不了 就是所有這樣的循環都是這樣 發債和股票不同 都是再強調一次 就是很多人說發債誰買啊 誰信你啊 發債不需要信的 理論上 發債看兩樣東西 就是看你那個主權評級 然後就看你的息率 因為債理論上就每半年 每一年定期就會派息 去到末期 你那筆錢你應該可以收回來 這些就是債券 債券不像股票 股票你買回來10元 可以升到100元 升到1000元 升到1萬元都可以 債不會升的 債只會派息的 所以債和股票兩件事 你說誰買 當然不是你和我買的 債券是退休金啊銀行啊 總之其實 我們一般小市民都會想 我想有定期存款 有定期派息 但是銀行就不會有人 定期派息給他嘛 銀行如果坐著那些資本 不知道放去哪裏就賣債了 那些債券是誰買的 誰會相信你呢 不是這樣運作的 所以很多人 我知道大家很不喜歡中共 我也很不喜歡中共 但是債券還債券 股票還股票 這件事跟中共無關的 我說1萬億 1萬億人民幣債理論上 就是在大陸的銀行體系買回來的 他自己都未必想賣出街 或者他要賣出街 他可以透過哪裏呢 最簡單 假設我現在發1萬億人民幣債 我要拿出去外面買 我又假設不知道有什麽國家 例如沙特阿拉伯也好 阿根廷也好 之前他很喜歡到處去買這些東西 又假設真的有個銀行士很厲害的 可以幫他到處兜售 第一件事人家是要用人民幣給你買 所以首先要買了你的人民幣 然後去買你的債 那這個是雙重風險 就是我不說你的債務違約 這些問題先 第一件事就是最大的風險就是人民幣的風險 我買你的人民幣債 我就要承受人民幣的匯率風險 如果你人民幣會跌的 那你那個債息就要相應再高些 現在人民幣的債息是低的 所以根本不會買到出海外 海外不會有人買 也都好像當年日本那樣 把債息降到非常低的水平 然後自己的債就是自己的銀行體系賣回 其實現在中國走著日本那條舊路 他發這些債不是發給你海外的人 不是發給你和我買的 是發給建行、發給工行、發給農行 可能有人說那為什麼要這樣發呢? 其實中共的重點就是 其實中國大陸 中共就相信只要是用人民幣發的債 是他們自己內循環之內發生的事 所有風險其實他們是可以控制到的 因為沒有了對外那個經濟循環的風險 所以其實這個是他們在做的那件事 跟外邊的世界沒有什麼關係 也都有人指出其實發一萬億債這件事 就不是第一次了 經常都有 現在在說的中共的今年那個 就是所謂赤字呢 是百分之三 那大家說百分之三意味什麼呢? 一個很簡單很簡單的經濟學原理 今天又過了一招給大家 當然你短期不可以就這樣加 但是如果你長期 比如十年 二十年 每年平均 政府的那個赤字 都是百分之三這樣才說 那邏輯推你了 這百分之三 究竟政府要怎麼找那條數 要怎麼還給你 要麼就加稅 那在中國大陸那裡不是說加不了稅 你喜歡共產都可以 不過問題就是那些人有錢給你才可以的 那第二個方法就是什麼呢? 就是靠印銀子或者發債 發債其實就是攤牆印銀子的意思 你不是的 你就直接把你的貨幣貶值 就是說 中共現在差不多定了那個目標 你看到因為它很穩定 每年都大概百分之三 就是它自己那個預算裡面 就是通脹預期是百分之三 好了 問題就是這件事情也未必一定發生 你看看日本就知道 又拿回日本來說 日本就是一個相對開放型的經濟 發生的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那筆錢 其實有些人甚至乎是寧願 不用 寧願還債 你政府希望那些人相信有百分之三的通脹 但是人民就覺得 我就是怕明天沒有錢用 所以寧願存住 那當然存錢的方法有很多 理論上 有些人就這樣拿著現金 有些人就索性不借錢還債 結果就出現了 就是所謂的這個叫做去槓桿化 現在中國是出現著去槓桿化 那些人不願意借錢 銀行有錢都借不出 政府告訴你 我會通脹的 但是我會花錢的 我會怎樣的 沒有人相信 反而不是說那些債有沒有人買 其實說真的 債券就是這樣 你如果在你自己圍牆那邊的市場 你自己做到 總之我發出來 就全部那些大銀行給我吃光 一萬億他們吃光了 但是問題就是 如果你在公開外面的市場的話 那別人會買賣的話 那你就會有那個債息的價錢 一旦有公開市場 就是另外一個世界 它在圍牆後面的人為的世界 根本就不會有問題 所以大家可以少擔心 其實你說到最後 中共是面對不了自由市場的現實 所以它才是要自己建一幢圍牆 在裡面自己做到 好像有買買買買 但是其實買方和買方 都是它自己 然後去營造一種這樣的感覺 所以現在很多人都說 你喜歡在圍牆裡面怎麼玩 是你的事呢 就是走出去外邊的世界 就要跟外邊世界的規矩 它又不喜歡 所以它又不走出去 其實這個就是中國的狀態 我聽新聞說最大的風險就是最好 它最多的銀子是還債又還債息 那最大的風險就是 最好導致人民幣貶值一點 通常都是慢慢 你看所有發展中國家都是 一開始就慢慢貶值 之後越來越急 之後控制不了 那一開始又通縮 通縮就變了突然間 你發覺那些東西越來越貴 突然間發覺物價控制不了 就是所有這樣的循環都是這樣 那它GDP它預計是5% 那現在就著中國大陸那個 那個經濟的增長那個氣氛 其實能不能達到呢? 它根本沒有可能達到的 它GDP5%是那個增長率 我自己都說其實 它連最簡單的數學常識都違背了 如果你說GDP的實數一直有增長 我都明白 但是你每年的增長率都是5% 這個就已經是不合乎現實 就是很多時候是 你有一年是差的 那你可能那年GDP沒有增長 或者甚至乎是負增長 有沒有可能?都有的 那你後面那些 不是會因為那個基數低 不是那個增長很高 你看股票的一樣 你不可以說我定一個目標 例如你當你自己是一家上市公司 我定一個目標就是 我每天的股價升幅是1% 那天的股價升幅不夠1% 我就抓我的CEO去打騰 可不可以這樣呢? 那問題就是 你當然有些日子是好 有些日子是壞 全世界 在今年已經進入技術性衰退 全世界的意思 是我講的主要的大國家 七大工業國 美國其實好像股票升得很厲害 Bitcoin升得很厲害 但是我都在這裡順便講一講 就是去年本來預期是去年 下半年尤其是已經開始 感覺是不是會有出現衰退 不發生 但是不代表是永遠都不發生 不知道什麼時候發生 但是越遲發生大家就越害怕 衰退也沒有很害怕 通常熬9個月到一年都沒有事 就好像雙方感冒咳 你告訴我人家是不會病的 不可能 最重要是病是會好回來的意思 但是中國大陸它營造的氣氛上 我們不會病的 在共產黨的統治之下 經濟是沒有可能會病的 這個我想就是中共 對經濟的看法 一個最扭曲的地方 它就是覺得 你看看你資本主義 每兩三年就雙方咳一次 每十年就一次大病 我們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國家 從來沒有病的 不是從來沒有病的 是從來都吊著鹽水 從來都成黃成孔 整天就怕這樣怕那樣 那種 那種潔癖 其實那種潔癖 其實那種潔癖是建立在哪裡 是建立在沒有信心 就是不覺得自己病了可以起得翻身 他是非常之害怕這件事 尤其是前居可減 1991年蘇共 蘇聯為什麼會崩潰 其中一個原因當然是蘇聯哪個權鬥 但是第二個原因蘇聯崩潰的原因 是因為當時的經濟實在太差 哥爾巴喬夫接手的時候 我早前我就把哥爾巴喬夫 在他退位的時候 他就發表了一個演說 他自己都說 他接手蘇聯的時候 已經是一個爛灘子 他嘗試做些事情 但是搞不定 然後他就唯有面對現實 在1991年 圍著他那個人民的著想 圍著 如果他那一刻不瓦解了蘇聯 可能會引發更多的問題 會內戰會勝 所以他寧願 不如大家就放棄那一套 走不通的經濟模式 這個就是那時候的背景 中共 尤其是習近平時 就說蘇聯裡面 沒有一個人是男人 那我就看他現在怎樣做這個男人 如果一個民主 真正民主的社會 你第一件事就是 不會因為選了哪一個人出來 而導致世界末日 當然不是啦 我想有些人不明白這句說話的邏輯 這句說話的邏輯就是 民主社會的真剔是在於什麼呢 如果有一個人真是很大問題 他沒有辦法可以長久地 一 他沒有辦法長久地繼續去執政 二 我想這個更重要的地方就是 一個真正民主社會 一個真正民主社會 其實的權力是分散的 總統的權力不是大得那麼厲害 美國總統不是習近平 減息加息又問他 大家好像覺得就是 一人一票選出來那個就是聖人 不要這樣啦 不要那麼幼稚啦 我覺得這個思想是 我選一個人出來去做一個 人間的烏托邦 這個就是最壞最壞的思想 這個就是民主主義 我知道有些人不喜歡拜登 不喜歡拜登 不等於你要喜歡特朗普的嘛 有些人可能 我不喜歡特朗普 不等於你要喜歡拜登的嘛 一個地方 他的命運 是取決於這樣搏一局的話 這個不是民主啊 不要將選舉政治和民主 拉上那個等號 我覺得這個就是 整個公民教育最失敗的地方就是 民主就是等於選舉 你明不明白中共就是一直搬弄著這個 這樣的迷思 令到很多人覺得 這樣民主也不是什麼好事 民主不只是選舉 這個是中共一直很希望 其實所有極權政府 極權統治就是跟你說 你看看 選出來的很好嗎? 選出來可以選出一個狂人 選出來可以選出一個獨裁者 其實選舉不是好事 所以民主不是好事 其實在這裡一直製造這種 這樣的錯誤的扭曲的思想 去證明他們那種強人的專制獨裁 只要專制獨裁那個是一個有言德的人 這樣就會天下太平 很多人相信這件事情 我知道 很多人絕對相信這件事情 但是我就很想大家明白 真正的民主 就是你擺一個 什麼人 在那個所謂統治者的地位 人民仍然有它的空間 去調節去適應 和社會的經濟的轉變 政府就算犯錯 人民還是可以生存下去 當然政府不犯錯更好 我不是說政府犯錯很好 但是至少政府犯錯 不會令人民受一些 沒有可能避免 沒有能力去抗疫的傷害 專制獨裁最大的問題就是 政府令人民 連自己找空間 連自己要適應的空間都不給你 那種自由、那種生存的動機 是應該放在每一個人身上 如果大家只是想著 我投了票了 我尽忠公民義務了 我選了一個聖賢出來 現在我就坐在那裡 等待天堂的來臨 這種思想不是相信民主 你仍然是相信一個強人政治 只不過那個強人是怎麼誕生出來 以前你們那些人相信的強人政治 就是上天富裕的 軍權神授 現在就變成是一人一票 神聖授權 這個不是等於人民得到自主 這個仍然是人民自己放棄自己的自主 四年一次 這個是扭曲了的民主 這個也是極權政府專制獨裁 希望你們以為 原來這樣叫民主 這樣不要也沒有所謂 不要再用這種思維去想 所以川普當選會不會減息 減息他決定的嗎 減息甚至乎不是聯儲局可以控制 我時常都說 聯儲局只是控制 那個資本的供應 資本的需求他都控制不了 一個最簡單的經濟原則 所以大家說到是 哇很厲害的那些人 他想你相信這件事 如果不是 怎麼去肯定 怎麼去justify 這些人為什麼他會拿這麼高的工資 坐在一個社會這麼高的地位 好像這麼多人關注他們說的話 他想告訴別人 我們很厲害的 我做的決定可以影響幾億人 甚至乎幾十億人的命運 幾十億人的命運 給幾十億人每個人自己做吧 當然說加息減息 這個是一個市場現象 這個不是純粹一個 有一幫人很厲害的 他們就量度了 說減息沒事了 不是這樣的 不要再想這些事情 我其實不知道說了多少次 所以你跟我說 喂 Donald Trump當選是不是會減息 大哥 這個 知不知道中間那個距離多麼長 其實 習近平 就是最想全世界人相信 Donald Trump當選就會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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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拜登當選就會怎樣怎樣怎樣 因為他自己 普京也是這樣 就是向自己的國民說 因為我很厲害 我習近平就是 十里不換肩 我又懂得這件事 又懂得那件事 習近平思想令到全中國 去到整個民族的復興 哪有這件事 哪有這件事 甚至乎我想說 這件事 都不是習近平自己一個人想這件事 其實是整個執政的集團 捧一條人 捧一條人 其實大家要明白 統治其實好像一盤生意的運作 你都要找一個吉祥物出來 中共的吉祥物就是習近平 中共的吉祥物就是習近平 那些人的負責任 那些人的負責任 其實這件事是一種對強人的迷信 其實人就是人 人不會是有超越自然的能力 如果相信這種思維就會去到 很厲害的 選了一個厲害人出來 創生也有救 幾千年來就是走不了 離開不了這種思想 所以不能成為一個現代的人 不能成為一個現代的社會 不能有真正的自由 不要說特朗普當選會 如何影響經濟 不關事的 我不敢說完全不關事 你選一個人 真的完全不合理的 多少人都會影響 有些社會影響大些 有些社會影響小些 但是有些社會 其實是那個社會自己本身 我們要把因果關係搞清楚 究竟是中共搞到 今時今日的中國這樣 還是因為中國的大多數人 仍然相信 迷信這一種強人政治 所以結果 又回到現在這一條舊路 你昨天都說了 所有的外資進入中國市場的限制 都全部取消 也都是有對外開放 不過現在都看到 彭部有一篇報道 就說高盛的一個投資顧問 就說現在不要去大陸投資 香港現在市場裡面還有外資 又去投資嗎? 根據過往的訊息 其實外資去大陸投資已經減少了八成多了 我想問 外資投資是 什麼一回事呢? 其實最簡單的就是 希望我今天買100元的 本錢放進去 借錢給你做生意 其實投資和借錢給人做生意 是同一件事 那我希望 你會派息 還有你會還錢 是不是? 那好吧 高盛叫人不要投資中國大陸 我想有幾個原因 但是 那你現在中國大陸還有什麼競爭優勢呢? 我想請問 第一件事 那你說 今時今日我做生意 我都是希望找一些高增長的範疇 最高增長的範疇 其實中國大陸 是否會容許其他人投資呢? 他說沒有了所有限制 那好吧 我想問 就是之前發生過的 就是 有很多 外國的 不是投資者 是服務一些投資者的 那些顧問公司 資訊公司 你說人家是間諜 就是太多不可預計的因素 那我已經在那裡有一個風險 有一個代價 第二 我真的做生意 有些範疇 你說給我投資 我都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 是不是? 好了 有些範疇是明明高增長 不過問題對不起 你中國是一點競爭力都沒有 我想這些東西你要加在一起 所以 我不知道怎麼看 你問我怎麼看 有什麼好看 就是這樣 有什麼好看